好了 這個當局的事件 也影響到大家的關心 台灣其他的局有安全嗎 交通部的統計 台北市現在有三百空出的局長 港部局每兩年會占對局長的局長 來做安全的檢查 如果要改善就來補強 如果這個分任官 目前是有兩百七十六 做的局長需要來改善 是全台灣最多 其中這個台西鄉十三號局 又是這個海山局 都要馬上 風球 拆掉 分任台西鄉十三號局 是當地鄉親出入一定的過局 不過天驗看兩天 甚至未減入出是海山局 需要誰拆掉 不方便的 我們這邊出路人非常多 說出來是他們在做的時候 平凡不好 現在最最好 這裡的海沙橋 現在農期不是多農費錢 依照高通報牛牛評減委後資料 分任官司調查 賣是為比列為優臺改善的關係 專門大小的牛牛有1,653組 其中2,76組需要改善 經費要5,100萬 不過管政府的預算只有3,000萬 另外中華出名的景點 黃金魚港的跨港大球也生成了很厲害 另外一邊 也在到建築中的生態經營球也源於生成 民眾也煩惱說這個安全有問題 鏽死這麼嚴重 萬里有一天 那麼多油會再找掉下去要怎麼辦 如果這組蓋在台東方圓 霍羅敦港園裡面的球 雖然說已經完工厭修 不過結果體有安全的考慮 到現在油安無法通行 還有一些構造呢 跟原來的圖縮不符 那目前呢 公所跟這個廠商在訴訟當中 南方鵝仔看港大球 回去全台灣的救牛安船 有更引起大家的關心 剛才六十 這些業態的維修 這些驗修的過程 跟無間接觸不斷 這也是調查的重點